好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标识符的常见命名规则 那么这里面的内容呢 我把它拷贝出来 好 复制 粘到咱们这个文件里面去 来一个多行注释 加进来 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包 包是干嘛的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文件夹 用于解决相同类名的问题 好 我们在第十天会详细去讲它 现在我们只说包是如何命名的 一般呢 我们包名命名是要求全部消息 包名 要求全部消息 然后呢 一般是 一般是公司的 域名 哎 倒着写 什么叫公司域名倒着写啊 比如说咱们这个是 3w.黑马.com 对不对 那域名倒着写怎么写呢 就叫做 com.黑马 然后呢 再点 后面是包的作用 包的作用就可以了 这点呢 其实代表的是 路径分割符 因为它是代表文件夹嘛 这是一个com文件夹 这是一个黑马文件夹 黑马文件夹要在com的文件夹的路径下 在它目录里 然后再起这个包作用就可以了 好 那么包名的一般要求全部消息 好 再来看 类或者接口 那么类或者接口呢 如果 如果 如果是一个单词 如果是一个单词 要求首字母 大写 那么如果是多个单词 要求每个单词首字母 大写 那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这叫驼峰命名 这么做叫做驼峰命名 大家来看啊 我现在呢 要做这么一个类 叫做 Demo student STUDNT 那如果我没有说 第二个单词首字母 大写的话 是这样写 那英文单词呢 它们多个单词连在一起的话 有可能会产生新的单词 什么意思呢 可能它们四个会组成一个单词 然后剩下呢 又是另一个单词 那这样的话 你整个意思是不是曲解了呀 你看 它前面如果是一个单词 然后呢 在这里面 它又是一个单词 然后在这后面呢 又是一个单词 那整个意思是不是又是其他意思啊 那如果说 你把第二个单词首字母 把它变成大写的了 那是不是我就知道 这是一个单词 然后这又是一个单词啊 后面这个student呢 是不是又一个单词啊 所以如果它是多个单词组成的话 每个单词首字母都要大写 那么要是一个单词组成的话 就直接怎么样 就来一个demo就可以了 这个好理解吧 类和接口都是这么命名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方法 方法 如果是一个单词 如果是一个单词 那么每个字母都小写 如果是多个单词 从第二个单词开始 首字母 来打写 从第二个单词开始 首字母打写 那么比如说 我现在要这么写 方法和变量都是一样的 我叫做get name 怎么写啊 第二单词首字母打写 这是方法名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set name 也是第二单词首字母打写 或者我来一个max value Value 最大值是吧 这就是两个单词组成 那么如果一个单词组成的话 比如说咱们的主方法 MN 这不就是小木小写 这就是方法和变量 那么再来看强量 强量呢 如果是一个单词 所有四母大写 那么如果是多个单词 但是用下滑线分开 好 那比如说你知道是一个单词 叫做max 这就这样写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是多个单词 比如说叫做max value 那就中间下滑线 Value 那为什么它用下滑线分开呢 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下滑线分开 那英文字母一旦大写 所有都是一边高的 那一边高之后呢 就很难去分开 到底是几个单词 对不对 很难去分开 所以呢 在它下面加一个下滑线 这样的话很容易去区分 那这就是强量 那现在我们唯一所学的就是这个类 就学的是这个类 那么类呢 一个单词就是首字母大写 如果是多个单词 每个单词首字母都要大写 这叫做陀峰命名 那这就是我们命名的一个规则 好 那这个值点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感谢观看